tum 这个字的音节母音只有在o 这个地方念成u 长音的音 但是音底特别要提醒同学的是 这边的b 它是不发音的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直接念成tum 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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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在这个地方 where 就等于in which a dead person 一个死去的人 is buried 他被埋葬的地方 所以这个字呢 英文念成tum 中文就是墓地 坟地的意思 我们看英文的例句 taiwan's tomb sweeping day falls on april 4th or 5th 它说呢 台湾的清明节tum sweeping day 这个是我们台湾人的节日 所以要把它记起来 就是所谓清明节 好 所以他说台湾的清明节呢 falls on 这个falls on 其实就等于is on的意思 就是在哪一天 我们除了可以用false 这个动词 其实如果同学忘记了 is 忘记了用is 也可以 is on april 4th or 5th 是在呢 4月4号 或者是4月5号 所以这边的tum 这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字 就是所谓的墓地 跟坟地 那同学呢 可能曾经背过另外一个字 那个字呢 就叫做grave grave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所谓的 也是叫做坟墓 它中文呢 也叫做坟墓 但是呢 它两个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来我们直接来看看图片好了 好 各位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tum 那tum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你看它通常都是石头盖的 就像是我们刚刚 英文解释里面所说的 你们发现 它有很多的建筑物 有很多的结构性的东西 你看到大理石做的 还有一些甚至呢 是有一些头像 有一些雕像 在上头了 这个我们就叫做tum 那grave的差别在哪里呢 各位没有看到 grave就简单多了 对不对 所以像是坟地呀 坟长很多的坟墓 聚集在一起的 只有一个石碑这样立着 表示 那个 这样做一个 做一个纪念的 这个我们就叫做grave 所以grave跟tum 两者之间的差别呢 就有差别在这里 好 所以我们最后再复习一次 tum 这个字就是墓地坟地的意思 那grave呢 指是坟墓 那马上是富博的 还蛮很高的 那还是很高的